好人不偿命,竟是因果被安排了,一位死去阿婆从阴间逃出,竟爆出阴间最大秘密,一起来听,窗帝顶端,在林县有一村名叫坡夏村,其名已透露了地理环境,这个村子地处偏僻,仅有二三十户人家,今天的故事即发生在此,村中有两户紧挨着的邻居,一户是刘老太,一户是牛大眼, 刘老太是牛大爷的嫂子,牛大爷的兄长去世了,留下刘老太一家四口,儿子,儿媳和孙女,而隔壁牛大爷家情况也类似,年轻夫妇照料着牛大爷和两个孙子,两家关系颇为融洽,牛大爷的兄长是因寿终正寝而离世,享年七十,年迈而安详,而刘老太如今已经七十三岁,身体硬朗, 每日在村中来回行走,不见面红耳赤,也不觉气喘吁吁,令人们皆认为她是位长寿者,然而事实常常出人意料,这位身体健康的老太太竟在一夜间突然失去了呼吸,令所有人措手不及,即便是隔岭几村的人听闻此事,也觉得难以置信, 然而谁敢拿死亡开玩笑呢?生老病死之事,谁也无法预料,既然是已发生,唯有稳妥办理丧事,亲朋好友皆已通知,村上众人也前来协助,备办丧事所需的韭菜,馒头等物,农村生活大多如此,一家有难,全村同心协力,窗体底端, 我们当地有个传统,就是要在家中停放逝者的遗体三天,等待亲朋好友赶来送行祭拜后,才下葬,这三天的时间足够让附近的亲戚都赶来了,然后,所有人都目睹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奇迹,故事发生在第三天晚上,按照当地习俗,由专业的阴阳先生主持丧礼,他在灵堂前念诵一些道词,然后逝者的儿孙, 子侄等后辈们朝着灵堂上的一项行礼,最后在阴阳先生的见证下,将道词烧掉,象征着对逝者一生辉煌事迹的总结和肯定,就在祭礼刚开始不久,床上盖着被子的刘老太突然坐了起来,然而,由于灵堂中间挂着许多帷幕,悲哀的音乐声响起,人们并未立即察觉到灵堂后面的异常,直到刘老太自己下床走了出来,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,一个已经去世三天的人突然身穿受衣走出灵堂,而且还是在深夜的葬礼上,这样的情景有多么匪夷所思,现场顿时静了下来,连乐队的人都不自觉地停了下来,阴阳先生呆呆地捏着道词,一动不动,围观者们也静得出奇, 毕竟每个人都认出了刘老太,因为正中央的灵堂上挂着他的遗像,啊,不知道谁先发出了声音,场面顿时乱了,人们慌乱地大叫着,但毕竟还是有胆大的, 而且,刘老婆子在村里为人和善,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,变成鬼也应该没什么恶意吧,于是村子里几个年纪大的和刘老婆子的几个子侄,迟疑着上前接触,好嘞,刘老婆子开口第一句就两个字,家人们一听, 这话和平时的声音语气没什么两样,心里也就踏实不少,甚至,你,刘老婆子一个子侄开口问,等我先睡一觉,好嘞,刘老婆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天房,等几人跟进去时,他已经爬上了炕睡着了,呼噜打得震天响,甚至连鞋子都没脱,家人们一头雾水,又困惑又害怕, 但当务之急,是先安稳亲戚客人们的心,于是该走动的走动,该安慰的安慰,其余人拉着阴阳先生坐在灵堂前盘算着,阴阳先生眉头快皱成一个疙瘩,这情况,我这半辈子都没见过,别说见过,听都没听过,阴阳先生也犯了难,几个老人附和着,别说一辈子,几辈子都没听过这样的事, 有懂点医术的人,把过刘老婆子的脉,脉搏平稳,像是正常人,只不定是电视上说的什么脑死亡之类的,等醒来后再说吧,商量半天没有结果,只能如此,这些人便在灵堂坐了一夜,等着刘老婆子这个当事人醒来,直到第二天中午,刘老太才苏醒过来,口渴欲饮, 众人立即忙碌着端茶地饭,并追问发生了什么事,刘老太悠悠地叹了口气,揉着自己的腿说道,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,只觉得自己在一条宽阔的道路上行走,那条路上人来人往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道路黑暗,无边无际,看不见尽头,也没有人说话,只是朝着某个方向前行, 我就随着人流一直往前走,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巨大的宫殿前,那宫殿高耸入云,门口的人拦住我,告诉我还有两年,然后我就醒了过来,刘老太的话让在场的人心中一阵发寒,没人需要提醒,他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,难道刘老太真的在阴间游历了一番,但这话谁会相信呢,你们别不信,我在那条路上还看到了 王大爷,可他才六十多岁,怎么就这样了,老太信誓旦旦地说道,听到这里,众人心中一惊,因为王大爷是镇上公认的好人,平日里身体健康,可刚刚刘老太去世的第二天,他也离世了,按理说,刘老太不可能知道这个消息,于是众人开始感到有些疑惑,家人们没有时间在这件事上纠结,刘老太也好言好语地送走了钱来参加葬礼, 然后轮到我出场了,说实话,我也没见过这种事,至于阴间,理论上是存在的,毕竟阴兵戒道之类的,我听过不少,但死人在阴间走一遭,再还魂回来,有点玄乎,山野小册子里可能记载了些,而且,阴差抓错人这种事,怎么想都觉得千年等一回,比乐透中奖概率还低, 那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,我问老婆子,奇怪的是,老婆子沉吟良久,前几天吧,晚上睡觉倒,有个怪事,农村人睡得早,加上日间劳作辛苦,晚上睡得比较死,而留老婆子不一样,老人家一般都容易失眠,稍微有点响声,就清醒过来, 她的屋子又靠近外边,晚上醒过来的时间比睡着的时间长,当晚她,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叫她弟弟的名字,也就是隔壁牛大爷,留老婆子便答应了一声,但那声音还在继续,迷迷糊糊地听不真切,像是很远的地方传来的,又像是就在墙外边,只是声音很低很迷,她连续回答了好几声,那声音还在继续, 留老婆子没办法,起床开了大门,可能开门声惊了那人,声音变没了,留老婆子摇了摇头,当是幻听或者恶作剧,没在意,也没跟人说起这事,后来就发生了这事,这么说,你是碰到了勾魂屎了,故事越来越玄乎,连我都不太信,但老婆子的神情很真诚,讲的一些细节不像瞎编的,而且起死回生的时候,那么多人看着的, 之前的视频讲过半夜听到奇怪的声音喊你的名字时不要胡乱回答,现在看来还是有点依据的,只不过这次是喊的别人的名字,留老婆子替牛大爷回答了, 我稍微做了法事,就不了了之了,没办法,我也没遇到过这情况,两天后,牛大爷没了,这是意料之中的事,我没说,留老婆子应该心里也有底,反正他们两家表现得很平淡,于是又开始发帖子通知亲戚,后来我们弟兄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, 这种现象在民间有传言,只是很少,按照那些秘本的说法,音差抓错人了,这种现象叫做游音,即游历阴间的意思,和走音差不多,只不过前者被动,后者主动, 对了,从那之后,本来身子骨很硬朗的刘老婆子,腿脚出了麻烦,瘫痪在床上,但头脑很清醒,两年后,也就是大概十五年十月份,刘老婆子离世,距离他游音差不多刚好两年,与他讲述的音间鬼差,告诉他的时日相符,至于之前老婆子说的好人王大爷,为何那么早就去世了? 云古禅师说过一句话,大恶之人,命运居他不住,大善之人,命运也居他不住,只是做个好人,没有做过大善事,还是会受报,生活中我们所见到的人,行大善或者大恶的毕竟不多,所以命运的变化不大,因果通三世,由于前世恶业所感,今生虽没做过坏事,但也没做过极大的善事,所以还是会诸事不顺, 这一点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,还有一点,判定一个好人的标准是什么,这个也很重要,看一个人做善事,捐款捐物,就说他是好人,结果他的下场却很惨,就说好人没好报,真的是这样吗? 你看不到一个人的存心,一个老实本分的人,见了漂亮的女子,若是有邪思邪念,思想龌龊,只是有那贼心,没那贼胆,冥冥之中,福禄也已折损,我们要明白,因果是非常复杂的系统,不但包括前世今生的善恶行为,起心动念,无不是因果,心中常存善念,福报定如永全, 思想行为不善,过错栽殃不断,佛门常讲,种瓜得瓜,种斗得斗,任何微细的思想行为,都会种下一粒种子,实际因缘成熟,就会慢慢结出果实,因果报应亦是如此,三是因果说不尽,上天不亏善心人,对于好人不偿命还有一种现象, 寿命短,不一定就是没福气,也要看个人因缘,比如说,一个人的福报太大了,就会脱离尘世的苦,去往他方福报更大的世界,我们都知道,人生有八苦,释迦摩尼出生后,他的母亲摩耶夫人七天后就往生了,世人都说他没福气,却不知他是脱离尘世之苦往生,刀利天去享福了,善恶因果终有报, 人间正道是沧桑,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,终会有好的因缘果报,例行善事,广积因德,或遂未知,福以远离,祝愿大家喜乐康宁,阿弥陀佛